澳洲知名景点乌鲁鲁巨岩在上星期六正式启动攀登禁令 意味着大红岩永久关闭 大批游客几个月前开始就蜂拥到大红岩利用最后的机会跋涉朝圣 大红岩一直被当地原住民阿南古人视为圣地 当地人在巨岩关闭后举行了音乐会 庆祝神圣禁地终于恢复平静 红褶色的巨岩陡峭 鬼力壮阔的庞然大物 这是澳洲中部的大红岩 名叫乌鲁鲁巨岩 也是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 乌鲁鲁巨岩底下住着历史悠久的原住民阿南古人 他们视这座巨岩为祖先走过的路 是族人的精神依靠 80年代开始就要求政府封山 禁止游客攀爬殿屋 经过原住民几十年的抗争 澳洲政府决定关闭巨岩 群众赶在封山前蜂拥而至 利用最后的机会跋涉朝圣 10月25号下午4点 世界遗产乌鲁鲁巨岩 正式启动攀东禁令 当天日落之后 人类将永远在这座大红岩绝迹 圣地恢复平静 当地原住民举行庆祝仪式 上百名阿南古人在乌鲁鲁巨石附近 再歌再舞 庆祝多年来的抗争成功 族人终于逐愿以偿 乌鲁鲁大约348米高 禁令阐名 违规者罚款630澳元 甚至会被起诉 随着禁令生效 乌鲁鲁全身而退 回归自然大地 马兴社电视综合报道 选择 选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